小哥们们 欢迎收看这期能有的车 基于现在的油价 让你天天去开纯燃油车 肯定咱是兜里受不了 但是让你放弃发动机去开一个电动车 你是心里受不了 所以说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得中的方案 我们现在就在吉利的研究院 雷神心动力 它是基于3.8T研发而来的一个混动的系统 应用于吉利和领克车上 吉利叫开X系统 它主要的是让你更省油 对不对 更容金性 它在领克车型上叫领克Emotive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叫比赛 混动车型它的比赛第一项一定是友好比赛 对我非常是针对 非常的不友好 但是铁子们 暖哥从来不认怂 接下来我们要参加比赛车型是什么 来自领克的领克01EMF 出发吧 你去N打你填哈 我给你说哥们混动车还是目前最经济的出行方式 最方便而且就是你平常不用充电 先通常加油就好了 而且最有最很长的续航 有一个很不错的油耗 而且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动力 最合适的方式 你说天天找春天庄不合适吧 咱就说弄一大V8 就打二了天加油不合适吧 都是前程路 混动车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合适的方式 经济性比较强 咱这又难受 又不管给油门 我还害怕 我毁灭了 别测油耗了 直接干过我就得了 拍照 暖哥从来不认怂 来 设计一下数据 咱这几号数据了 6号数据 老板 别人都是什么数据 5.5 5.5 他怎么都5开头啊 我发现了啊 就是这个车和油耗这东西没什么问题 就是我个人有问题 事儿就穿到我个人身上了 不出意外的啊 油耗测试失败了 虽然我开的油耗呢 就是并不准确 但是其他媒体老师 他们拍的油耗呢 基本上都在4.0升到5.0升之间啊 混动版本的领克01的EMF 在油耗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的啊 由于这次我们的活动是为了这个雷神的 它新能源系统平台 看看它的这个3DH 那它的一个技术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到了宁波的雷神的技术研发中心 为了更深度的看到雷神混动技术的核心 我们在动力新能源实验中心里 拆解了雷神混动技术中最核心的三档DHT Pro 混动电驱系统 让我惊讶的是DHT Pro的尺寸 是目前全球轴向长度最小的混动专用变动器 重量也仅仅为120公斤 让我提感上印象最为深刻的 就是类似科幻片里面的大门 它打开那一刹那 我仿佛感觉漆化到了冬天 现在我们在这个全域气候环境的模拟舱啊 你看到门打开之后 玻璃的都是结霜的 刚才还负17度呢 现在已经负7度了 体验一下 卧槽是什么真冷的哥们 这就是全域气候环境模拟舱 是国内目前首个能覆盖模拟温湿度 光照与海拔变化的动力总成 极限气候环境模拟实验室 仅仅4个小时就能完成从零下-40度到60度的切换 相当于你从冬天的呼伦贝尔草原 直接就到了夏日里的呼噜番盆地 那么在这么尖端的研发中心里 诞生出来的雷神混动技术呢 已经搭载到了最新的混动车型的 像我们这台领克01的EMF 它就是首次搭载了 源自于雷神平台的emotive的混动技术 领克01的EMF分为三个版本 AM版售价呢是181800 我们试炸的这台PM版本呢 售价是191800 那还有更高的陈希版 203800 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遍美观 相比于普通版本的领克01来说呢 变化并不大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呢 木云灰的配色 也就是它的颜色呢 相比于浮小蓝要深一些 我更觉得啊 灰色 要不就是那种特别想象糖果色 会跟这种造型比较运动 年轻个性化的领克车型呢 是比较搭的 相比于普通的01版本啊 它主要的变化在于前中网 有了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也就是说混动版本 领克01EMF会比普通的领克01的 中网呢要密一些 前中网隔山 包括一些细节件 全部都用了一个黑色设计 听我的哥们 如果你这个非常个性的人 你一定要选择一个 选择白色 或者说糖果色的颜色 那像我这样 有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些偏大了 我更选这种低调一些的SUV车型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个深灰色 包括背上的黑色 它在尾部的变化 最大就是集中在它的尾灯上 尤其你看它的尾灯的灯带 进行了一个过程的设计 而且这次领克的logo 也变成了可以点亮的 而是融合在灯带里面 成为一个整体了 还可以跳灯舞 EMOTIVE就象征了 它这么一个混动的一个身份 整体来说 领克01的EMF 外观上 一定要复合年轻的审美的 最主要的就是这台车的 EMOTIVE这个混动系统 驾驶下来怎么样 咱们就马上上边做 现在我们就开着这台领克01的EMF到了路上 首先这辆车给我一个感受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丝滑 真正的感觉不到这辆车 它的发动机在做工 异常的丝滑 咱们就以一个车主 驾驶这辆车的感受来说 首先在动力方面 这辆车上其实是直直弹上起步的 它的马力呢 也是由1.5T的一个三缸发动机 配合上EMOTIVE的 一个3.h的这样一个电机来构成的 功率有180千万 就是换的成马力的话 大概有245匹的马力 扭矩呢 是比较精神达到了545牛米 哥们 既然你是这个动力水平 我们就要切到运动模式了 这身材叫地板优 总体来说 这辆车的反应呢 还是比较快的 比较灵敏的 但是你要说 它有特别大的马力 或者说给你那种非常大推比 其实没有 它主要还是为了 你日常行驶中的舒适性 和这种平顺性 它相比于咱们传统过 比如说风险本田的混动来说 它确实比那种混动系统 要运动的很多 相比于其他的运动车 它还是要更注重舒适 因为毕竟领克0.1的定位不像 03加给你一种那种 非常少年的感觉 而是一个兼顾日常使用 而且还要给你保留一些 高气感和运动感 和年车的感觉在里面的 这辆车的悬架 一贯的高气感 跟领克0.1 就是悬量感觉很高级 而且滤车性很好 包括NV是给你做出 整体的这种豪华感 其实是非常非常没错的 因为对台车选上了 很多高级的配置 有时候智能服势驾驶 基本上选满了 如果你在长时间 使用这种高速通勤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可以动手了 开车了 有时候在安全性方面 和舒适性方面的配置 基本上都给你拉满了 但是说实话 刚才我看了 表老师的媒体刹车 那个白那是真的太好看了 真的太好看了 其实这次来 主要是为了感受 在领克上叫Emotive 源自于雷神 心动员 这个混动平台的 这么一个技术 除了咱们今天试的 这台领克0.1的EMF之外 将来肯定还会推出EMP的 每一会插孔版本 据说配的是R20T的放 也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到 哥们R20T加上一个电机 给你带来这种动力的感觉 Emotive这个技术 我个人觉得在现在咱们国内 还是比较领先的 因为毕竟三叠 确实用的产材比较少 综合考虑着你的油耗 动力 舒适性 等等 所以说当你拥有一台 驾驿香油 可以跑1000多公里的车型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非常舒爽